这种门槛在人类社会永远存 第一,你交了钱 你就会自然的重视这门东西 本身这个知识可能不重要 但是你交的钱越多 你就会更加花心思去认真的了解这门东西 东西并不代表说它本身有价值 比如说我们去吃燕窝 燕窝真的比别的东西更有营养了 不是 但是呢 我们吃燕窝的态度 跟吃这个白菜态度是两个意思 哪怕科学证明白菜比燕窝更加营养 但是只要它的价钱在那里 你就会更加细心的对待燕窝吧 比如说给这个燕窝请来更好的厨师 然后让燕窝做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 对于白菜 大家想着自己随便炒炒就好了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教育的基点在于人 不在于学问 我们要弄清楚了这两个问题 很多人总是以为 教育最重要的是去了解知识 不是 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是把大量的相同的人群 匹配起来 跟乡亲一样的 把相同的人群 招引在一起 共同学习 孔子有弟子三千 但是记住一点 孔子的弟子都是贵族 同样的呢 花了三千八百块钱 去参加 陈安之成功学的人 听陈安之的课 并不是因为陈安之这个人有多高明 而是他在这个课堂上能找到一大堆相同的人 一大堆愿意为这件事情花到三千八百块钱的 这些人呢 都是他以后的人 如果要交易没有门槛的话 那么呢 陈安之收到的就是一大堆 五湖四海来的人 然后呢 有些人收入高 有些人收入低 那么这些人在这个课堂上能交流吗 那么呢 三百八十块钱 可以让相同类型的人集中在一起 相同的背景的 家境的人集中在一起 交易效果更好 因为课堂气氛会更加活跃 这种情况呢 对教育是有帮助的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有一个长江山学院 大家都知道 里面的学生都是哪些人呢 都是中国的这些大佬 长江山学院 那里的学会是几十万算的 这个长江山学院传授的是知识吗 不是 难道你认为那些 去长江山学院听课的 类似马银呢 成功的大佬 王石这样的大佬 需要一个老师来教他们 商业价值是什么 一回事 怎么样 做好你的生意吗 不需要 他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一个长江山学院 这个牌子下面的一个人脉关系 大家在这个里头 身份地位一样 都是商业大佬 那么我们来聊聊生意 听听你有什么机会 我有什么想活流 这时候 学生的交流 比老师本身更重要 人类的教育机构 是有很多特点的 也是高级的教育机构 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小学 中学的教育是两回事 它的设立 它的每个门槛 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不要嘲笑这些人 不要说 这些人花了四天三夜 然后教了三千八百块钱 简直就是傻逼 这些人恰恰是聪明人的聪明 四天三夜的时间内 他交到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呢 有了这些关系之后 他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生意蒙了 让自己的事业更上层楼 相比这个结果 三千八百块钱 简直是太超值了